起庚子公元220年至仁寅公元222年一共三年 皇初元年庚子公元220年 春季正月魏武王曹操抵达洛阳 庚子23日曹操去世 魏王之人善任善于洞察别人 很难被假象所迷惑 能够发掘和提拔有特殊才能的人 不论地位多么低下都按照才能加以任用 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和敌人对阵时他一态安详 似乎不愿意打仗 可是一旦制定好策略 向敌人发动攻击便气势充沛 斗志昂扬 对有功的将士和官吏赏赐时不吝千金 而对没有功却希望受到赏赐的人 则分文不给 执法时严峻急切 违法的一定加以惩罚 有时对犯罪的人伤心落泪 也不加赦免 生活简朴 不崇尚富力奢华 暴矣能够消灭各个强大的割据势力 几乎统一全国 此时太子曹丕正在夜城 驻洛阳的军队骚动不安 大臣们想先保守秘密 暂时不公布曹操去世的消息 建议大夫贾逵认为不应该保密 才把丧事公之于众 有人说应当把各个城池的守将 都换上曹操家乡的乔县人和佩国人 魏郡太守 广陵人徐轩大声说 如今各地都归于一统 每个人都怀有效忠之心 何必专用乔县人和佩国人 以伤害那些守卫将士的感情 撤换之事才不再提起 青州籍的元黄金军士兵擅自击鼓离去 大家认为应家制止 对不服从命令者派兵征讨 贾逵说 不可以这样做 于是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告 命令青州兵所到之处的地方官府 要给他们提供粮食 燕灵侯曹璋从长安赶来 询问贾逵魏王的印喜在何处 贾逵严肃地说 国家已经确定了先王的继承人 先王的印喜 不是军侯您应当询问的恶号传到叶城 太子曹丕痛哭不已 忠书子司马福劝谏说 先王去世 举国上下都仰仗殿下您的号令 您应尚未祖宗的基业着想 下为全国的百姓考虑 怎么能效法普通人尽孝的方式呢 曹丕很久以后才止住哭声 对司马福说 你说的对当时 大臣们刚刚听到曹操去世的消息 相距很哭 一片混乱 司马福在朝堂上大声说 如今君王去世 全国震动 当务之急 是败立新军 以政府天下 难道你们只会哭泣吗 于是命令群臣退出朝堂 安排好宫廷警卫 处理丧事 司马福是司马义的弟弟 大臣们任太子曹丕即位王位 应该有汉先帝的照领 上书陈角说 魏王在外去世 全国惊慌恐惧 太子应节哀即位 以安定全国上下的人心 况且魏王中外的儿子曹张 正守在灵鹫旁边 他若在此时有不治之举 生出变故 国家就危险了当即召集百官 安排礼仪一天之内 全部办理完毕 第二天清晨 以魏王后的命令 拜太子曹丕继承曹操为魏王 下令大赦天下罪犯 不久 汉先帝派御使大夫化新带着诏书 授与曹丕丞相印寿和魏王喜寿 仍兼任冀州墓 于是曹丕尊奉母后便是魏王太后 改年号为颜康 二月 丁卫朔初一出现日时 仁须十六日 任命太中大夫贾许为太位 御使大夫化新魏相国 大理王朗为御使大夫 丁卯二十一日 安葬魏王曹操的遗体 在夜城西面的高陵 魏王曹丕的弟弟 燕临侯曹张等人都回到自己的封地 临侯曹职的监国业者冠军 迎合曹丕的意图 上奏说 临侯曹职酗酒 言辞轻狂 使用慢 动辞并胁迫魏王的使者曹丕扁曹职为安相吼 将曹职的党羽 幼刺监院 佩国人丁乙 皇门侍郎丁兄弟 二人及两家男子全部处死 于幻论约 有句谚语 贫穷的人呢 不用学 自然会简朴 卑下的人 不用学 自然会谦功 这并不是说人的性格有差别 而是环境造成的 如果曹操很早就管束曹职等人的举止 有这样贤明的用心 曹职等人怎么会有非分的想法呢 曹璋怀有怨恨 尚且没有到达这一地步 至于曹职 哪里能发动什么变乱 偏偏使阳修因曹职的倚重而遇害 丁依因逢迎曹职而全家被杀 太令人哀叹了 开始设置散期长室 侍郎各四人 宫中的宦官任官不得超过各属令 并将这一规定用金写在册书上 存放在宗庙的诗函里 当时正在选拔室中 长室等官员 长期跟随曹丕左右的亲信 就暗示主持选官的人 想自己担任 不再从他处选掉 司马福说 现在新王刚刚登位 应该征召和任用全国各地的人才 怎么能够凭借这种机遇 举荐自己身边的人呢 任职不根据才能 做了官也并不尊贵 因此才从他处进行选拔 上书陈群认为 汉朝任用的官员 并没有把人才都选举出来 于是设立九口官人的制度 在周和郡都设置中正的职位 以确定应该选用哪些人 中正由各州 郡正贤德 能够鉴别人才的人担任 由他们鉴别人物品行 能力 分出高低不同等级 夏季 五月 雾银 初三 汉县帝追封曹丕的祖父太尉曹松 为魏太王 曹丕的妇人丁氏为魏太王后 魏王曹丕提升安定太守周旗 为梁州刺事 西平的眼勾结附近几郡 制造动乱 抗拒周旗 张耶俊的张晋把太守杜通抓了起来 九泉俊的黄华则拒绝太守心机傅俊就任 他们都自称太守响应眼 五威俊的三个部落的胡人也再度反叛 五威太守邱兴向金城太守 护枪校尉扶封人苏则告急 苏则要率兵相救 郡中官员认为贼人的势力正盛 救援五威需要大批军队 当时将军好招魏平原来即驻扎在金城 但奉令不得西多黄河 苏则召集郡中主要官员以及好招等人记忆说 如今贼人气焰虽胜 然而都是刚刚拼凑起来的 其中有些人被坏人裹挟 未必和贼人一条心应该利用贼人的内部矛盾 乘机进攻 他们中的善良之辈必然脱离那些邪恶之徒 归附我们 这样我们增强了力量 贼人的势力也就减弱了 我们既获得增加兵源的实力 又使气势倍增 绿兵尽讨 一定能够将贼人击溃 如果等待大军到来 需要很长时间 敌军中善良的人没有归宿 必然与邪恶之徒同流合污 善恶两种人混合在一起 在短期内很难分开开 虽然有命令不得西渡 为权宜之计而暂时违背 自己做决定也是可以的 好招等人同意了 于是调集军队救援五位 三个部落的胡人被降服了 苏泽 好招等人又和秋星一起进攻张耶俊的张进 眼听说这一消息 率领部 骑兵三千人来迎苏泽 声称前来驻战 实际上是准备发动突然袭击 苏泽借机引诱演会面 将其斩首 并把尸体拖出来展示给他的部署 演的党羽便都散走了 于是 苏泽率兵和各路军队包围了张耶 攻克张耶成 杀了张进 黄华恐惧 请求射将 和西各郡全部平定了 当初敦煌太守马爱在任上去世 郡中的人推举公曹张公暂代证实之务 张公派儿子张就到朝廷请求派太守赴敦煌俊就任 正赶上黄华 张进叛乱 企图与敦煌俊联合 因此动职了张旧把钢刀架在他脖子上 胁迫他答应结盟 张旧誓死不从 秘密送信给张公说 您治理敦煌俊 忠义这心 昭示天下 岂能因为我在困境中而改变初衷呢 如今大军很快就要抵达这里 您应率兵从后而牵制黄华 希望父亲不要因为爱儿子 而使儿子隐恨黄泉 张公立即率兵攻打九泉 另派铁甲骑兵二百人及敦煌的蜀官 沿着九泉北赛 向东迎接新任郡太守尹凤 黄华企图救援张进 又顾忌西部张公的部队攻击后路 所以不敢前去救援 只好投降了 张旧也因此保全了性命 尹凤得以道郡就任 县帝下诏 赐张公关内侯的爵位 6月更午26日 魏王曹丕率燕南下巡查 秋季七月 孙权派使者至汉朝廷奉献贡务 蜀将军孟达驻军上拥 与父军狼将刘峰不和 受到刘峰欺辱 一气之下 率领布取四千余家将位 孟达仪表堂堂 气质不凡 身受曹丕气重和钟爱 曹丕与他同乘一辆车子 任命他为散其常侍 建武将军 封平阳亭侯 又合并防陵上拥 西城三郡为新城郡 由孟达兼任太守 负责西南面军政事务 行军长使刘燕对曹丕说 孟达有侥幸取利之心 而且衣室才智 喜欢权术 肯定不会对您感恩报答 新城郡与孙权 刘备的地盘相接 一旦发生变故恐怕会对国家产生危害 魏王曹丕不听 太征南将军下吼上 又将军徐晃和孟达一起袭击刘峰 蜀上拥太守身担背叛刘峰 投降了曹军 刘峰被击败 逃回成都 当初刘峰本来是罗侯人 寇姓人家的儿子 汉中王刘备刚到荆州时 没有儿子 收刘峰为养子 诸葛亮认为刘峰傲慢固执 性情凶悍 顾虑在刘备去世后 无人能控制他 劝刘备借此机会将他除掉 刘备便命刘峰自杀了 武都低族酋长杨仆 率部落依附汉朝廷 甲午 二十日 魏王曹丕驻桥县 在桥县城东大摆宴席 靠劳军队将士 招待桥一副老 并不歌舞百戏 官员和百姓前来为魏王祝寿 直到日落才散去 孙圣约 父母去世 子女要守丧三年 上则皇帝 下至百姓 都应如此 所以持管下 商 周三代的末期 已经衰落 以及战国时期 七雄争霸 全国混乱 也没有人在十天半月之内 就脱去校服 在必须回庙堂 哭记已故父母的日子里 扔掉桑杖 到汉文帝时 更改了古代的制度 为人之道的纲纪 一下子就被废除了 所以道得大不如前 风气也比古代挤坏得多了 魏王曹丕 又访汉代的制度 接受汉代的礼仪 在人生罪影哀痛的时候 却百艳席 演歌舞 身处创业知识 便毁坏了君王的基础 在接受汉朝皇帝善让的时候 又攻开纳汉先帝的两个女儿为妃 由此可知 曹丕很难长寿 曹氏政权一定是个短命王朝 魏王曹丕任命丞相继久贾奎 魏裕周刺史 当时国家刚刚安定 刺史大都不能统侠所属各郡的事物 贾奎说 周刺史原本是以六条诏书 监察二千十及其以下官吏 所以在考察报告中 都使用威严雄武 有督察官吏之才等词句 而不说他们安详 平和 宽厚 仁爱 有谦谦君子之德 如今郡的长官不重视法令 致使盗贼公开抢奸 行妾 刺史即使之道 也不加追究 这样下去 国家还能走上正轨吗 对放纵坏人 不按法令办事的 二千十及以下官吏 他都一律上奏朝廷 予以罢免 他还对外整顿五倍 对内认真处理民事 开垦水田 疏通转运两米的水道 受到官员和百姓的称赞 曹丕说 贾魁者真正的刺史 于是向全国发出公告 以豫州为全国各州的榜样 封贾魁为官内侯 左中狼将李福 太史承许之 向曹丕上书说 未应该取代汉 经过战焰和图和尾书 很多势力都证明了这一点 大臣们因此都上表 劝魏王曹丕 遵从上天的意志 顺应官员和百姓的愿望 取代汉朝 登基达地 曹丕不同意 冬季 十月 以卯十三日 汉先帝在高祖庙祭祀 报告列祖列宗 太代理御史大夫张音 带着福姐 捧着皇帝洗寿 以及诏书 要让位给魏王曹丕 曹丕三次上书推辞 然后在樊阳筑起高坛 新卫二十九日 登坛受皇帝洗寿 及皇帝位 燃起大火 祭祀天地 山川 更改年号 大赦全国 十一月 鬼友初一 曹丕尊奉汉县帝留邪 卫山养公 仍然使用汉朝的历法 行皇帝的礼仪 音乐 封他的四个儿子为列侯 曹丕追尊自己的祖父 魏太王曹丛为太皇帝 父亲魏武王曹操 魏武皇帝 妙号为太祖 尊奉母亲魏太后 便是魏皇太后 改旱风朝的诸侯王 为松德侯 列侯为关中侯 大臣们风卷 升迁 各有不同 又把相国 改称司徒 玉使大夫 改称司空 山阳宫兼斜奉献自己的两个女儿给魏文帝曹丕做妃子 魏文帝曹丕要重新颁布立法 是中心批说魏朝遵循于顺和下雨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 顺应天命 合乎民心 只有商汤 周武王 依靠武力征法统一全国 才会更改立法 孔子说 实行下的立法 左传说 下朝的立法 最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 我们为什么要和它相反呢 文帝称赞并采纳了心批的建议 当时 大臣们都称颂魏朝的功德 贬损汉朝 散旗尝试魏真 却阐述善让的大义 称赞汉朝的功绩 文帝看了魏真几次说 普天下的珍宝 我要和山阳宫共同享用 文帝要追封母亲 变太后的父母 尚书臣群上奏说 陛下以圣明的德行 顺应天命 创立大业 割除旧制 应该永远成为后代遵从的典范 根据典籍记载 汉有分封妇人土地和爵位的制度 记载礼仪的典籍中 只有妇人服从丈夫的爵位 秦朝违背古代制度 汉朝又继承秦朝的体制 都不符古代君王的法令和经典 文帝说 你的看法很对 不要封太后的父母了 并写下了这一建议 确定魏制度 保存在收藏档案的台阁中 十二月开始迎建洛阳宫殿 雾五十七日 魏文帝曹丕到洛阳 文帝对事中苏泽说 以前攻破九泉 张掖的时候 西域温派使臣至敦煌 贡献直径一寸的大珍珠 可否再让他们来洗脉而得 公泽回答说 如果陛下以教化润泽全国 威得远西沙漠 不求珍珠也会有人送来 向人求取才得到 以无珍贵可言 文帝默然无语 文帝征召中狼将蒋记 为散其常事 当时曾有赵书赐给 蒸南将军侯尚说 你是我非常信任的重要将领 特别委以重任 随你作为作福 有杀人和赦免人特权 下侯尚把赵书拿给蒋记看了 蒋记抵达京城 文帝问他有什么见闻 蒋记回答说 汉有什么可称道之处 只听到了王国之音 文帝听后很生气 脸上立刻变了颜色 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蒋记如实回答说 作为作福 上书中清楚地将他写作戒律 天子无戏言 古人对这一点非常慎重 还请陛下明察 文帝立即下令追回给夏侯的诏书 文帝要迁徙冀州籍士兵的家属十万户 充实河南郡 当时天大汗 又闹蝗灾 百姓激紧 朝廷各部门都认为不可以 而文帝态度却很坚决 势中心皮和朝廷大臣请求觐见 文帝知道他们要劝谏 板起面孔等着 大家见他脸色不好 都不敢说话 心皮说 陛下要迁徙士兵家属 理由是什么 曹丕说 你认为我的做法不对 心皮回答说 确实不对文帝说 我不和你讨论 心皮说 陛下不认为我不成才 所以将我安排在毕身边 作为咨询的官员 陛下怎么能不和我讨论呢 我的话并非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 而是为国家着想 有什么理由对我发脾气呢 文帝不答 起身要进内室 心皮在后面赶上 拉住他的衣襟 文帝猛地拽过衣襟 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过了很久 他又出来 对心皮说 心作智 你为什么把我挟持得那么急迫 心皮说 迁徙民众 既失人心 又缺少粮食 所以我不得不力争这样 文帝只迁徙了五万户 文帝藏出外打野鸡取乐 对官员们说 射野鸡实在令人高兴 心皮对答说 这对陛下来说 得确是件高兴事 对我们这些臣子 可是件苦差事 文帝漠然无语 以后就很少出来打猎了 黄初二年 新丑 公元221年 春季 正月 封一郎孔县 为宗圣侯 奉是祭祀孔子 三月 加封辽东太守 公松公为车骑将军 开始恢复使用武朱前 蜀帝传言汉先帝已经遇害 于是汉中王刘备下领匹马戴孝 为汉先帝举行丧礼 尊是汉先帝为孝敏皇帝 群臣纷纷上书 说有很多吉祥之兆 请求刘备即位称帝 前部司马废师上书说 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迫皇帝 篡夺地位 所以才万里流亡 召集士族 领兵讨伐曹氏奸贼 如今大敌尚未击败 您却先自称皇帝 恐怕人们会对您的行为产生疑惑 从前 汉高祖与楚人相约 谁先灭掉秦朝 谁就称王 等到攻克咸阳 俘获了秦皇帝子英 汉高祖对王称号仍然推让 而殿下如今尚未走出门庭 便要自己称皇帝 于臣我实在认为 您不应该这样做 汉中王对此很不高兴 将废师降职为周部永昌从事 夏季 四月 丙武 初六 汉中王刘备 在成都西北的武丹山之南 登基称帝 大赦罪犯 改年号为张武 任命诸葛亮为丞相 许敬为思喜 陈司马光曰 上天养育黎民百姓 但他们却不能管理自己 需要推代出君主来统治 如果这些人能够制止暴行 除去坏人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 奖赏善良 惩罚邪恶 使社会不发生动乱 才是名副其实的君主 所以夏 商 周三代以前 天下的诸侯国 岂止一万个 能够统治民众 祭祀土地 五谷之神的人 统统被称之为君主 集结万国 而加以统治 创立制度 发布号令 天下无人敢违抗的人 被称之为王 王的威德衰落了 强大的国君 能够统率各路诸侯 维护王的威信 便被称作罢 所以自古以来 天下混乱的时候 诸侯们便依靠武力 互相争夺 长期没有王的时代 也是很多的 秦焚毁书籍 坑沙如生 汉朝兴起后 有些学者开始推演经 穆、水、火、土、武德的相生相克 认为秦朝的地位 是不正统的润味 在穆德和火德之间 能够称作罢 却不能称王 于是兴起了正和润 即正统与非正统的争论 汉朝政权被颠覆 出现了三国的顶卓而立 在此之后的晋朝 又失去了控制全国的能力 五个胡族扰得中原大乱 南朝宋和北魏以后 南方和北方被分而置之 各写自己的国史 互相排斥 彼此攻击 南方人诋毁北炎人为所弩 北方人辱骂南方人为导疑 朱温取代唐朝政权 全国分裂 沙陀人李存旭进入汴京 建立后唐政权 把朱温比作篡夺下朝政权的 有穷士和取代西汉政权的 往往心事 其立法和纪念都弃而不用 这都是包藏私心的偏颇心理 不是出于为天下人着想的治公治论 臣下愚昧 不足以辩清以前的那些朝代 哪个是正哪个是润 但是我私下以为 如果不能使全国统一 这样的君主 就是只有天子之名 而无天子之实 虽然因为时代不同 这样的政权 有华语一人厚与暴虐大与小 强与弱的区别 总的来说 他们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什么不同 怎么能够唯独尊崇一个政权为正统 而认为其余的都是窃国的伪政权呢 如果以上下交替的政权为正统 那么南朝的政权继承谁的 拓拢式的北魏又继承谁的 如果以居于中原华夏这地的政权为正统 则匈奴刘氏 杰族时事 鲜卑慕荣氏 低族福氏 羌族姚氏 匈奴赫连氏 这些政权统治的区域 却都是五帝和三王的旧帝 如果以有道德的政权为正统 则罪而小国也会有贤明的君主 夏 商 周三代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淫邪的君王吗 所以说 正与润的理论 从古至今 也没有人搞清他的真正含义 并提出无法反驳的 确定不移的论据 我在这里所陈述的史实 只是说明国家的兴衰 着重讲述 与国际民生休期相关的内容 由读者自己去辨别善恶 得失 以作为警戒和劝勉 而不是春秋那样 根据大义对历史人物做出褒贬 以此引导混乱的社会走上正轨 谁是正 谁是润 我不敢妄谈 只是根据事业成就如实叙述罢了 周 秦 汉 晋 隋 唐 这些朝代 都曾统一全国 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子孙 他们的后代虽然衰微 甚至颠沛流离 但还是接替着祖宗的基业 有着继承恢复的愿望 而与他们争夺天下的人 又都是他们以前的陈属 所以仍然以君臣的关系来看待 对其余土地 威德 民号没有什么区别 原本就非君臣关系的政权 都以对待列国的方法来处理 不厚此薄彼 也不抬高一些人 贬低一些人 这才不会歪曲事实 接近公平 然而对国家分崩离析的时代 不能没有年 月 日 等时间概念 以陈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根据汉朝将地位善让给曹魏 晋朝又从陶魏接受皇位 以后传于南朝宋 至于臣 又未遂取代 唐传后梁 至于后州 又被大宋承袭下来 所以不得不使用曹魏 南朝宋 齐 梁 臣 后梁 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的年号 已便于记载各国的史实 并非尊崇谁 鄙视谁 也没有正和润之别 蜀汉昭烈帝刘备对汉朝而言 虽然自称是西汉中山静王的后代 然而蜀关系太疏远了 已说不清有多少代 处于什么名分和地位 就同南朝宋高祖刘裕自称是西汉楚元王的后代 南唐列祖里自称是唐朝吴王李克的后代一样 真假难辩 所以不敢把刘备与东汉光武帝刘秀继承西汉政权 东晋原帝司马瑞继承西晋政权相比拟 让他承继汉朝的一统 分权江吴的都城从公安迁徙至恶 改恶名为武昌 五月 新四十二日 汉王刘备策礼夫人吴氏为皇后 吴皇后是偏将军无义的妹妹 以顾刘章的兄长刘帽的妻子 又立儿子刘善为皇太子 娶车其将军张飞的女为皇太子妃 为太祖曹操进入夜城时 文帝曹丕为武官中郎将 见到元熙的妻子 中山人珍世长得美貌 很喜欢 太祖因此为他去珍世为妻 生子曹瑞 曹丕称帝后 安平人贵平郭氏深受宠爱 真夫人被留在夜城 不能相见 心情不畅 因而有怨言 郭贵平成姬忏悔真夫人 文帝大怒 六月 丁卯 二十八日 太史臣命真夫人自敬 为文帝因为皇家宗庙在夜城 所以在洛阳建史殿祭祀太祖曹操 亦如祭祀家人的礼仪 物臣会二十九日 出现日时 有关官员奏请罢免太尉 文帝下诏说 出现天灾和怪异的现象 那是上天在责备君主 如果把过错归于辅佐朝政的大臣 难道符合下语 商汤归过于己的本意吗 宪命令各级官员尽自己的职责 今后天地出现灾祸 不要再弹劾三公汉主 立他的儿子永为鲁王 李为梁王 刘备为官宇的被杀 深感耻辱 准备进攻孙权 义军将军赵云说 国贼是曹操 而不是孙权 如果污蔑掉魏 则孙权自然归服 如今曹操虽然已经死去 他的儿子曹丕 窃夺了汉朝的皇位 我们应当顺应民心 尽早夺取关中 占据黄河 为水上游 以利于征讨凶丸叛逆 寒谷官以东的义士 一定会自带军粮 驱策战马 迎接陛下的正义之事 我们不应至曹操而不顾 先和孙权开战 两国战端一开 不可能很快结束 这不是上策 大臣中劝谏的人很多 汉王都不同意 广汉郡一个不愿为官的世人秦密 上书陈述天使 对蜀军必定不利 因此而被治罪入狱拘押 后来才被赦免 当初 车骑将军张飞 英勇善战 雄壮威武 仅次于官宇 官宇关心士兵 对士大夫却很傲慢 张飞则对士大夫彬彬有礼 而不关心士兵 汉王经常告诫张飞说 你刑罚过严 杀人太多 再把那些受过鞭打的将士 留在自己的身边 这是招来祸患的做法 张飞还是不改 汉王刘备将要征讨孙权 张飞应率兵一万人从郎中出发 与大军在江州会合 发兵之前 帐下将领张达 范强杀死了张飞 二人带着张飞的头颅 顺长江而下投降了孙权 汉王听说张飞军营的 营都督前来上表 便说 哎呀 张飞死了 陈寿平曰 关羽张飞都被称作万人之敌 是当事的虎将 关羽报恩曹操 张飞亦事严严 都有国中出类拔萃之士的风度 但是 关羽刚愎自用 自是才智永利 张飞暴虐不失恩惠 两人都因为自身的弱点而丧命 这是合乎常理的 秋季 七月 汉王亲自率领各路军队进攻孙权 孙权派使臣向蜀汉求和 孙权的南郡太守诸葛锦写信给汉王 陛下认为您和关羽的感情是否比您和先帝的感情更亲密 荆州的大小比全国怎么样 都是仇敌 哪个在先 哪个在后 如果把这想明白 该怎么办就一如反掌 汉王置之不理 当时有人传言诸葛锦派遣亲信和汉王互通消息 孙权说 我和诸葛锦有生死不变的誓言 他不会背叛我 如同我不会背弃他一样 然而流言仍然四处传播 陆讯上表说 诸葛锦肯定不会做那种事 但是应该有所表示 解除他心中的顾虑 孙权回信说 诸葛锦和我共事多年 情同骨肉 互相了解很深 他的为人是 不合道德的是不做 不合理议的话不说 以前刘备派诸葛亮到我无地 我曾对诸葛锦说 你与诸葛亮是同胞兄弟 弟弟顺从兄长 才符合理议 为什么不把诸葛亮留下呢 诸葛亮如果留下和你在一起 我会写信给刘备解释 我想他会同意的诸葛锦回答说 我弟弟诸葛亮已经失于算计 为刘备效劳 双方有了君臣的名分 按照礼义不应再有二心 弟弟不留在这里 如同我不投降刘备 是一个道理 他的话足以上达神明 现在怎么会做出那种事 以前收到道 他有诽谤言论的上书 我立即封起来送给他 并亲笔写上批语 我和诸葛锦可以说是推心致富之交 绝非外人的流言所能理解 我已明白你的想法 立即封起你的奏表 送给诸葛锦 让他了解你的意思 刘备派将军五班 冯习在诬陷击溃孙权的将领 李毅 刘直等人 率兵四万余人继续向紫归进军 武陵的蛮夷各部都派使者 请求派兵前往 孙权派振熙将军陆续为大都督 持福节 统领将军诸然 潘彰 宋谦 韩当 徐胜 仙于丹 孙桓等五万人 对抗蜀汉的军队 魏文帝的弟弟燕陵侯曹张 晚侯曹聚 鲁阳侯曹宇 乔侯曹林 赞侯曹滚 湘义侯曹骏 鸿农侯曹曹 寿春侯曹彪 立成侯曹威 平渝侯曹茂都进决为共 改封安乡侯曹之为卷成侯 修筑陵云台 当初魏文帝要大臣们分析刘备 是否会为关羽报仇 进攻孙权 大臣们都议论说 蜀是小国 名将只有一个关羽 他战败身亡 军队被消灭 蜀国正处在担忧和恐惧之中 不会再出兵了 只有事中刘业说 蜀虽然地界狭窄 国力软弱 但刘备企图依靠威武加强自己 势必要出兵 以表明他的力量强大有余 况且关羽和刘备 名义上是君臣 恩情却如同父子 关羽被杀 不能出兵为他报仇 也不和善始善终的礼义八月 孙权派使者向位称臣 奏章言辞谦卑 还将于晋等人送还 朝廷大臣都表示祝贺 唯独刘业说 孙权无故向我投降 一定是内部发生危机 前不久 他偷袭并杀死了关羽 刘备必然会出动大军讨伐他 孙权外部有强大的敌寇 部署心情不安 又恐怕我们乘机进攻 所以献上土地请求投降 亦可防止我们进兵 二可借助我们的援助 加强他自己的地位 迷惑他的敌人 如今天下三分 我们占有全国土地 听十分之八 无和数各自仅保有一个州的地狱 平是险要 依托长江大湖 有急难时互相援救 这样才对小国有利 我们应大举进兵 直接渡江袭击孙权 蜀从外部进攻 我们从内部偷袭 不出十天 吴避亡 吴灭亡 蜀的势力也就孤单了 即使将吴的遗地割让给蜀 它也不会存在很久 何况蜀只得到吴的边远地区 我们却能得到吴的本土 文帝说 有人投降称臣 我们却讨伐他 会使天下愿意归附我们的人产生疑心 不如暂且接受吴的归降 袭击蜀的后路 刘叶说 我们巨蜀的路途远 但靠近吴 蜀知道我们向他进攻 便退军攻击吴国 听说我军伐吴 知道吴必亡 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 同我们争夺 分割吴的疆土 而绝不会改变计划 抑制自己的怒火 拒救援吴文帝不听 接受了吴国的归降 于晋的头发胡须全都白了 面容憔悴 见到文帝 哭泣着下败叩首 文帝以古代晋国巡邻妇 秦国 孟明氏的故事作比喻安慰他 任命他为安远将军 要他北到夜城 去拜夜曹操的陵墓高陵 文帝事先派人 在陵园的屋子里 画上关羽得胜 唐德发怒 于晋投降的壁画 于晋看到这些话 惭愧悔恨 患病而死 陈司马光曰 于晋率兵数万人 兵败而不能战死疆场 为求生而降敌 后来又回到本土 文帝贫以罢黜他 也可以处死他 竟然在陵园里作画 羞辱他 这就不像个君王了 丁四 十九日 魏文帝派太常行侦 代策命 封孙权为吴王 唯表示尊礼 加赐九息 刘业说 不可以封孙权 先皇帝征伐天下 已经拥有全国领土的十分之八 威德震动海内 陛下接受汉朝皇帝的善让 真正做了皇帝 德行符合天地 声明远波四方 孙权虽有雄才大略 只不过是汉朝的票旗将军 南昌侯而已 官频很低 权势背下 其属民都有畏惧我中原朝廷之心 很难强迫他们合谋共识 我们不得已接受他的归降 可以禁封他将军的称号 封他为十万祸侯 却不能一下子封他为王 王和皇帝相比 只相差一级 所使用的里乐 服饰 车马的等级也很混乱 孙权仅被封为侯 江南的世人 百姓和他便没有君臣的名分 如果我们相信他的假投降 就大大禁封他 尊崇他的地位 给他加上王的称号 使江南人和他确立群 臣关系 这是魏蒙虎加上双翼 孙权既然取得子王的地位 迫使蜀军退走之后 外表上遵守礼节 服从朝廷 世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实质上对朝廷无礼 以激怒陛下 陛下如果发怒动火 出动大军征伐他 他就不慌不忙地对他的百姓说 我们委身于中原朝廷 不爱惜珍宝物 按时贡献礼物 不敢违背臣下对皇帝的理解 但朝廷却无缘无故地征讨我们 一定要消灭我们的国家 俘虏我们的人民 去做他们的奴仆和避切吴的民众 便不会不相信他的话 相信这种话而感慨 愤怒 君臣上下一心 战斗力就会增强十倍 文帝仍然不听 曹魏的将领认为 吴已经归附 便放松了对吴军的守备 只有征南大将军夏侯上 进一步加强了防务 山羊人曹魏 一向因才智而闻名 知道吴归附曹魏 便以平民的身份 写信给吴王孙权 要求给他一些财物 用来贿赂京城的官员 文帝知道此事后 下令将曹魏处死 吴又在武昌驻城 开始 文帝要任命杨彪魏太魏 杨彪推辞说 我曾经做的汉朝的三公 遇到社会动荡 对汉朝不能有一尺一寸的帮助 如今在座魏的臣子 对国家选用人才来说 也不光彩文帝这才没有任用他 冬季 十月 以汉 初二 大臣早晨上朝 文帝特地要扬镳上前 以宾客的礼节对待他 赐给他延年杖 以靠身体的小己 允许他穿布置的单衣 戴平长朝会用的皮便官上朝 任命他为光禄大夫 品级为中二千十 朝见时 班位仅次于太尉 司徒 司空三公 特许他在门前试用刑马 设置立元和士族 以示优待和尊崇 杨彪在八十四岁时去世 因为粮价太高 文帝下令停止使用武朱前 梁州的卢水湖人志援多等造反 河西走廊地区一片混乱 文帝召回邹琪 任命经兆尹张继位梁州刺史 派护军夏侯儒 将军废耀等人随后进军 卢水湖骑兵七千余人在阴口迎击张继 张继声称从阴口进兵 却秘密从且次至五威 卢水湖人因此以为他是神人 撤军退守贤美线 张继占据了五威后 废耀才赶到 夏侯儒还尚未抵达 张继靠牢赏赐了将士 准备进攻卢水湖人 部下将领们都说 我军士兵疲惫 敌人气焰旺盛 很难和他们对抗 张继说 如今我军缺少粮食 只有依靠从敌人那里缴获 假如敌人见到我军会合在一起 退回去一平深山 我军追击 则道路艰险 士兵饥饿 退兵则敌人又出来抢掠 那样我们的征战将勇无休 只所以说 一日纵敌一害数代 于是率兵进军贤美 11月 卢水湖骑兵数千人 企图趁大风放火 焚烧张继的军营 将领都很惊恐 张继在夜间 选精锐士兵三千人 设下埋伏 派参军成功英 率骑兵一千余人 向敌人挑战 命令他有意败退 卢水湖士兵果然奋力追赶 张继令伏兵 截路积敌兵的后路 前后夹击 大获全胜 斩首 俘获敌兵近万人 和西走廊全部平定了 以后 西平人光反叛 杀死西平的郡守 将领们要进攻光 张继说 叛乱的只是光等人 西平郡的大多数人 未必随同他 如果我们派兵前去 西平的官员 百姓 枪人和胡人 一定会说朝廷是非不分 便会促使他们依附光 这如同卫虎天意 光等人企图引枪人和胡人 作后援 假如我们先派枪人和胡人 对光的部队进行攻击和超略 给他们以重上所掠夺的人和物 都归他们所有 这样既从外部打击了光的势力 又从内部破坏了他和枪人 胡人之间的关系 不用一兵一族即可平定叛乱 于是张继向枪人发出文告说 被光等欺骗的人 都不予追究 能够杀死光等贼帅 并送起首级来的 一定会得到封赏 不久 光的部下把他杀死 并送来了首级 其余的人又安居如故 行真抵无 吴的大臣认为 孙权应自称上将军 九州伯 而不应接受曹魏的封号 吴王孙权说 从古至今 尚未听说过九州伯这一称号 从前佩公刘邦 也接受项羽封给的汉王 这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又有什么损害 于是孙权决定接受曹魏的封号 吴王治都城的廷社等侯行真 行真进门不下车 张钊对行真说 没有不恭敬的礼节 也没有不被实行的法令 而客下敢于妄自尊大 是不是以为江南人少利弱 边一寸兵刃都没有 行真当即迅速下车 中狼将狼邪人徐胜 愤怒地看着其他将领说 我们不能拼出性命为国家 兼并许都 洛阳 吞并八 蜀 却使君王与刑真结盟 难道不感到羞辱吗 说着便泪流满面 刑真听到这些话 对随从说 吴国有这样的疆象 不会甘心久居人下的吴王派中代附南阳人赵兹入朝致信 文帝问他 吴王是什么样的君主 赵兹回答是个聪明 人后 智慧 有雄才谋略的君主文帝问何以见的 赵兹对他说 从平民百姓中选拔鲁肃 唯以重任 可说是聪 从行武中提升吕蒙 认为统帅 应该说是明 福祸于尽而不加害 是他的人后 夺取荆州而兵不血刃 是他的智慧 仅占据荆 阳 交三州之地 却对天下虎视丹丹 是他的雄才 屈尊而向陛下称臣 这是他的谋略 文帝又问 吴王很有学问吗 赵兹说 吴王有战船万搜 军队百万 任用贤能 志在治理天下 闲暇时则博览经典 批阅史籍 吸收书中的精华 其杀这处 而不仿效于府书生的做法 只在书中 寻章摘据做文章 文帝问 吴可以征服吗 赵兹回答说 大国有征讨小国的军队 小国则有充分的防备 文帝接着问 吴把位看成是货难吗 赵兹对答说 吴有大军百万 有长江和汉水护城 还有什么货难 文帝问 吴像你这样的人 才有几人 赵兹回答道 特别聪明通达的人 有八 九十位 像我这样的人 车在斗梁 数不胜数 文帝派使臣 要求吴静贡鹊头像 大背 明珠 象牙 西角 戴帽 孔雀 翡翠 豆鸭 长鸣鸡 吴的大臣们说 京 扬二周 按照常规 向朝廷纳贡 为索要真玩宝物 不合乎理智 不应该给他吴王说 我国正在和西北的蜀 向对峙 江南的民众百姓 都依赖为的支持 保全自己 他所要求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 如同石块瓦片 我没有什么可吝惜的 况且曹丕仍在守丧期间 却要求我们奉献 这么多真玩宝物 还怎么能和他谈礼仪呢 于是 按照要求 如数献上 吴王立儿子孙登 为太子 为他精心选择了诗 有任命南郡太守 诸葛锦的儿子诸葛克 随远将军张昭的儿子张修 大理吴郡仁雇雍的儿子顾坦 偏将军卢家人 陈武的儿子陈表 四人都为忠树子 进宫为孙登讲解诗书 出外则教导其社 这四个人被称为四友 孙登接待属下时 只简略的依照平民之间的交往礼仪 十二月 为文帝到东部试察 文帝要封吴王孙权的儿子孙登 为万户侯 吴王以儿子年幼为由 尚书推辞 接着又派西曹苑无星人沈杭 入朝道谢 还献上了江南的特产 文帝问沈杭 吴是否怀疑 我们会向东发动进攻 沈杭回答 不怀疑问 为什么 答 相信凭借我们以前的盟事 两国言归于好 所以不怀疑 即使为破坏盟约 我们也早有准备诱问 据说吴的太子将要来 这消息是否属实 沈杭答道 我在吴国既不上朝 也不参加宴会 还未曾听到这种议论 文帝认为他答对得体 吴王和臣下在武昌吊台上饮酒 鸣顶大醉 令人把水洒在大臣身上 使他们清醒后继续再喝 吴王说 今日畅言 不醉倒在吊台上 我们不停背 张昭板着面孔 一言不发地出去 坐在车子里 吴王派人将张昭叫回来 对他说 大家不过是共享欢乐 您为什么发怒 张昭回答说 以前商周王坐糟丘和酒池 通宵饮酒 当时也以为很快乐 没想过有什么不好 吴王深感惭愧 一言不发 停止了酒宴 一次 吴王和大臣饮酒 亲自起身行酒劝饮 于藩装醉倒地 吴王过去后 他又坐了起来 吴王大怒 手握宝剑 要刺于藩 在座的臣辽 无不大惊失色 只有大四农刘姬上前抱住五五 劝剑说 大王在酒过三杯之后 要亲手杀死贤能之事 即使于藩有罪 天下又有谁知道 况且大王因为能够招贤荣重 才使四海之内的人仰慕 如今却一招之间毁掉自己的生育 可以吗 吴王说 曹操尚且杀子孔荣 我杀个于藩又算得了什么 刘姬说 曹操轻率地杀害世人 因而受到天下人的谴责 大王推行德行礼义 要和谣 顺比高下 怎么能够把自己和曹操相提论呢 于帆这才免去了一场灾祸 吴王也因此向手下人命令 从今后 凡我在酒后下令杀人 都不得执行 刘姬是刘姚的儿子 当初 为太祖曹操攻杀了踏盾 乌桓族因此逐渐衰落了 先为酋长布杜根 科比能 肃利 弥家 掘姬等人通过严柔向朝廷纳贡 并请求进行贸易 太祖向汉县帝上表 兜封他们为王 以示尊崇 科比能 本属于小种鲜卑部落 因勇敢健壮 连结公正 为本族人所信服 由于很有威望 因而控制了各部落 势力也最为强大 从云中 五元又东 一直至辽水 都是鲜卑人居住的地区 科比能和肃利 弥家征区域进行统治 各有自己的边界 科比能 统匣的地区 靠近边塞 有很多中原人 逃到他的地区 肃利等人的匣区 则在辽西 又北平和余阳的边塞之外 距离较远 所以没有对边境造成危害 文帝任命平鲁校尉 千招 卫护鲜卑校尉 南洋太守田玉 卫护乌环校尉 派他们镇府 鲜卑和乌环 黄初三年 人银 公元222年 春季 正月 丙银朔 初一 出现日时 耕武 初五 魏文帝到许昌巡视 文帝下诏 现在的上纪和孝莲 也就是带向朝廷建举的人才 如果限定年龄 然后再举荐 年老的旅上 年幼的周朝王子晋等人 就不可能扬名于古代 献命令各郡 国选拔人才 不必拘泥于年龄老幼 儒者能够通晓经典 官吏能够懂得文末 熟悉法令都凭以适用 有关的部门要纠举弄虚作假的人 二月 善善 归姿 于田王分别派使者入朝贡献物品 从此 中原与西域又恢复了联系 并在西域设置了物己校尉 汉王刘备从子归出兵 进攻吴国 至终从事皇权劝谏说 无人强悍善战 而我们的水军顺长江而下 前进荣役 撤退阴南 请陛下派我率军卫前锋 向敌人发动攻击 陛下应该在后方坐镇 汉王没有采纳 却任命皇权为镇北将军 派他统领长江以北的各路蜀军 同时 亲率将士 沿长江南岸翻山越岭 向吴进发 驻军在一道县的亭 吴国将领都请求出兵迎击 陆迅说 刘备率军沿长江东下 锐气正盛 而且平距高山 坚守险要 很难向他们发起迅猛的进攻 即使攻击成功 也不能首权将他们击败攻 如果攻击不力 将损伤我们的主力 绝不是小小的失误 目前 我们只有褒奖和激励将士 多方采纳和实施破敌的策略 观察形势变化 如果这一带为平原旷野 我们还要担心 有互相追逐的困扰 如今他们沿着山岭部署军队 不但兵力无法展开 反而因困在树木乱石之中 自己的渐渐精疲力竭 我们要有耐心 等待他们自己败坏而加以攻击 各位将领仍不理解 认为陆逊惧怕刘备大军 对他强烈不满 蜀汉丛山与武陵联络 太世中襄阳人马良 给武陵五的各蛮夷部落 送去黄金和锦伯 并授予他们的首领官职和爵位 三月 以丑初一 魏文帝立皇子齐功曹瑞为平原王 进封皇帝燕陵宫曹璋等人为王 甲须 初时 立皇子曹林为河东王 甲午 三十日 文帝相依巡视 夏季 四月 雾身 十四日 立眷城侯曹职为眷城王 当时 诸侯王只保有封国的空名 而汉有实力 各王国只有百余名老兵 作为警卫 与都城隔绝千里 又不允许诸侯王到京城朝建皇帝 朝廷在各诸侯王国 设置防腐和监国等官员 以监视诸侯王的行动 他们虽有王侯的名义 而实际上与平民百姓汉有什么两样 都想做平民百姓 急又不能够 法令既然严峻急切 诸侯王有过错和恶行的情况便天天都听到 只有北海王曹痛勤奋好学 行为谨慎 未曾有过失 王国的文学和防腐商量说 我们奉命观察北海王的举止行为 他有过失 我们要上报朝廷 有善行 我们也应该向朝廷汇报 于是二人联名上表陈述曹滚的优点 曹滚知道后非常惊恐 则被文学官说 重视道德修养 约束自己 这是做人的本分 而各位却将这些上报朝廷 恰恰是给我增加负担 如果有善行 不怕朝廷不知道 而诸位急迫上报 是在给我帮倒忙 鬼害二十九日 文帝回到许昌 五月 把长江以南的八郡划归荆州 以江北的各郡设至影州 蜀军自乌侠建平扎营 直至宜陵附近 设立数十座营盘 以冯锡为总指挥 张南为前军指挥 从正月开始与吴军对峙 到六月仍未决战 汉王命令吴班 率数千人在平地扎营 吴军将领都要求出击 陆迅说 这一定有诡诈 我们暂且观察 汉王建计划无法实现 只好命令八千伏兵 从商谷中出来 陆迅说 我之所以没有听从诸位进攻吴班的建议 是国唯我估计刘备一定有计谋的缘故 陆迅向吴王上书说 宜陵是军事要地 他的得失 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 宜陵虽然易得 也容易再失去 失去宜陵 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郡 就连荆州也令人担忧 今日争夺宜陵 一定要彻底取得胜利 刘备违背长情 不守护自己的巢穴 极胆敢自己送上门来 陈下虽然不才 凭借大王的威灵 名正言顺地讨伐逆贼 大败敌军就在眼前 没有什么可忧虑的 我当初担心刘备会水路并进 现在他却舍水路不走 从陆路进发 随处扎营 观察他的军事部署 一定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希望至尊的大王高枕而卧 不必把这件事老挂在心上 润六月 陆迅要向蜀军发动进攻 部下将领都说发动进攻 应在刘备立足未稳的时候 如今蜀军已深入我国五六百里 和我们对峙七八个月 占据了险要 加强了防守 现在进攻不会顺利 陆迅说 刘备是个很狡猾的家伙 再加之经验丰富 蜀军刚集结时 他思虑周详 我们无法向他发动攻击 如今蜀军已驻扎很长时间 却仍找不到我军的漏洞 将是疲惫 心情沮丧 再也无计可施 现在正是我们对他前后夹击的好机会 于是下令先向蜀军的一个阳垒 发动攻击 战斗失利 将领们都说 白白损兵折将 陆迅说 我已经有了破敌之策 命令战士美人拿一束茅草 用火攻击 得胜 这样一来 又城市领各陆军队全面出击 斩杀蜀军赢磊 四十余作 蜀将渡路 刘宁走投无路 只得向吴军请求投降 汉王登上马鞍山 环绕自己布置军队 陆迅督促各军四面围攻 紧缩包围圈 蜀军土崩瓦解 战死一万余人 汉王连夜逃走 驿战员亲自挑着兵器铠甲 在险要路口焚烧 以阴挡无军的追击 汉王才得以逃入白地城 蜀军的船只 汽械 水 陆军的军用物资 一下子全被夺取 尸体塞满长江江面 顺流而下 汉王既惭愧又失望地说 我被陆逊羞辱 这是天意啊 将军易洋人附荣掩护大军退却 部下全部战死 他却愈战愈勇 吴军劝他投降 他大骂说 吴国的苟西 哪有汉将军会投降的 终于血战而死 从事记久成姬 逆长江成船退却部下说 后面追兵紧迫 应把两船连结的方舟拆开 青州撤退成姬说 我从军以来还未学过如何逃跑也战死了 当初吴安东中郎将孙缓 另外率军再一道抗击蜀军前锋 被蜀军包围 向陆逊求援 陆逊说 不可以将领们说 孙将军是大王的同族 如今被围受困 为什么不派兵救援 陆逊答道 孙将军深的军心 城池坚固 军粮充足 不必担忧 我的计划成功之后 我们不救孙将军 对孙将军的包围也会自行解除 等到陆逊的计划大获成功 包围孙还的蜀军果然争相逃走 后来孙还见到陆逊说 最初确实埋怨你不来救援 现在事情已经明朗 才知道你调度友方 陆逊开始被任命为大都督时 部下将领 有些是讨逆将军孙策的老部下 有些是孙权的同族或亲戚 都很骄傲自大 不服从指挥调度 陆逊首案保健说 刘备是天下文明的强人 曹操都忌惮他 如今已率大军进入我国境内 是我们的强劲对手 诸位都受过国家大恩 应该和睦相处 齐心合力消灭强敌 以报国家 但是 你们却不服从我的指挥 究竟为什么 我陆逊虽为一介书生 却是受了主公的委任 主公之所以委屈各位做我的部下 是认为我还有一点点可以称道 就是能忍辱负重 大家各有职责 岂能推辞 君有常法 不可违犯 等到大败刘备 知道计谋多出自陆逊 各位将领才心服口服 吴王知道这些事情以后 对陆逊说 将军当初为什么不向我举报 那些不听指挥的人 陆逊回答说 我受主公恩德身重 而这些将领 或者是陛下的心腹爱将 或者是陛下的得力助手 或者是国家功臣 都是陛下应当依赖 共同成就大业的人 我仰慕令相如 寇循以国事为重 委屈求权的做法 为的是有利于国家大事 吴王大孝 倍加赞赏 加给陆逊辅国将军称号 兼任荆州墓 改封为江陵侯 从前 诸葛亮和尚书令法政的爱好 崇尚不同 但是二人都以公事为重 各取所长 诸葛亮很赞赏法政的智谋 汉王公武惨败的时候 法政已经去世 诸葛亮感叹说 如果法政仍然在世 一定能够阻止主公 进攻吴国的行动 即使东夏 也绝不会失败 汉王逃至白帝城 吴将徐胜 潘张 宋谦等人争相上表 请求一定能够生擒刘备 吴王问陆逊怎么办 陆逊和朱然 骆统尚书说 曹丕正在调集军队 表面上宣称 我们讨伐刘备 实际包藏祸心 请您下令全军退回 当初 魏文帝听蜀军树立木炸炸营 相连七百余礼 便对他的大臣们说 刘备不懂军事 哪有连营七百里 能够和敌人对峙的 在杂草丛生 地势平坦 潮湿低洼 艰险阻塞等处 安英的军队 一定会被敌人打败 这是兵家大计 孙权暴决的上奏 很快就到紧过七天 吴军攻破蜀军的捷报 果然送来了 秋季 七月 冀州地区发生严重的蝗灾 出现饥荒 汉王大败而逃 道路被吴军切断 黄泉在长江北岸 无法退回 八月 率部下向曹魏归降 蜀汉的有关官员 请示是否逮捕黄泉的妻子 儿女 汉王说 是我对不起黄泉 不是黄泉对不起我 仍同以前一样对待黄泉的家属 文帝对黄泉说 你舍弃叛逆 投校朝廷 是在效法陈平 韩信脱离项羽 投奔汉高祖的作为吧 黄泉回答说 陈下以前受蜀主的厚恩 既不能降无 又因道路不通而无法回属 只好归顺了陛下 况且败君之将 能保住一条性命已是万幸 哪里还敢谈效法古人 文帝很忧待他 败为镇南将军 风玉杨侯 加给世中的官贤 还尊崇他 让他做自己的陪惩 一些从蜀汉投降过来的人说 蜀汉已处死黄泉的妻子 而你 文帝要黄泉为亲人发丧 黄泉说 我与刘备 诸葛亮已成相待 他们深知我的为人和志向 我怀疑此事未必属实 应再等一等 后来得到确切消息 事实果然如黄泉所说 马良也死在武灵的武 九月 甲午 初三 文帝下诏 妇人参政 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从今以后 大臣有事不得向皇太后上奏 皇太后和皇后的亲属 不能担任辅佐朝政的大臣 也不能封为王或诸侯 这一诏书要传给后代 谁若违背 天下共诛之 便太后每次会见自己的亲属 都不表示亲热 她常说 生活要节俭 不应有盼望赏赐 贪图安逸的想法 我的族人常怪我对他们太薄情 这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准则 我侍奉武皇帝四五十年 已经过惯了简朴的生活 不可能变得奢侈豪华 族人违反法令制度 我还要比对平常人最佳一等 不能指望我会送金钱 粮食给你们 或者宽免你们文帝要立郭桂评为皇后 中郎战前尚书说 后妃的品德 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治乱 所以圣明的君主 立皇后都很慎重 以要从世代显贵的家族中 选择贤惠的淑女做皇后 统御后宫妃嫔诚地祭奉皇家宗庙 已经说家庭的关系理顺了 国家就会安定 由治理家事 推及到治理国事 这是前代帝王奉行的原则 春秋中记载宗人信下的话 不存在以妾做妻之礼 齐桓公在魁丘盟士时也说 不存在以妾做妻子 现在后宫受宠的妃嫔 地位仅次于君王 如果因为宠爱他们 就立他们为皇后 使下贱的人尊贵起来 为臣恐怕今后低贱者被策利 高贵者遭废弃的社会层出不穷 没有法令制度能够限制 霍乱也就从上面开始了 文帝不听劝谏 庚子初九立郭贵嫔为皇后 当初吴王派于晋的护军浩州 均司马东离滚见魏文帝 表达忠诚 言辞非常恭敬 文帝问浩州等人 孙权要信吗 浩州认为孙权一定会臣服 而东离滚则认为孙权不一定会臣服 文帝很喜欢浩州的话 认为浩州真正了解孙权 因而决定封孙权为吴王 并派浩州返回吴国 浩州对吴王说 文帝陛下不相信大王会送公子去做人质 我以全族百人的性命担保公子一定会去吴王为此感动的热泪占衣 对天发誓 浩州回到曹魏 而孙权却没把儿子送去 只是以漂亮话来推脱 文帝要派世中心脾 尚书还街 前往吴盟市 并催促吴王送儿子上路 吴王礼貌的予以回绝 文帝愤怒 要派大军讨伐 刘叶劝谏说 吴刚刚取得胜利 上下其心 而且有江河湖泊的阻隔 我们不可能在仓族之间将他制服文帝不听 九月 命令征东大将军曹修 前将军张辽 镇东将军赃霸出击洞口 大将军曹人出击如虚 上军大将军曹真 睁南大将军下吼上 左将军张 右将军徐晃包围南郡 吴则派建为将军吕范指挥五路军队 以水军抗拒曹修等人 左将军诸葛锦 平北将军潘张 将军杨灿救援南郡 毕将军诸桓在如虚指挥 抗拒曹人 冬季 十月 甲子 初三 文帝在首阳山东迎见自己的陵墓 发布有关葬礼制度的文告 要求丧师务必从简 墓中不得陪葬金器和玉器 一律用陶器 还命令将这一诏书存放在皇家宗庙 副本保存在尚书台 秘书间集三公府 吴王 阴阳 月一代满以很多尚未归附 便言辞谦卑的尚书 请求自己改过勉令 尚书说 如果我的罪责难以原谅 必须加以制裁 我一定奉还朝廷封给我的土地和人民 寄居在娇州度过余年 又写信给浩州说 我想为儿子孙登 向皇帝的宗室求婚 又说 孙登年幼 我准备派孙少 张少陪同前往文帝回信说 联合你的君臣关系已经确定 怎么会乐于劳实动众 远去长江和汉水 如果孙登早晨到这里 我晚上就命令大军撤回 于是吴王改年浩为皇武 凭借长江聚首 文帝从许昌出发 亲自指挥大军南下征讨 又把颖州恢复为京州 十一月 辛丑十一日 文帝至晚成 曹修在洞口上书请求 愿帅精锐士族 像猛虎一样进军江南 从敌人处夺取物资挤养 一定成功 如果不幸战死 陛下不必挂念 文帝唯恐曹修迫不及待的渡江 便派人骑一马传令制止 势中董昭随是身边 说我私下观察 陛下面有忧色 只是因为顾虑曹修渡江吗 现在渡江困难重重 即使曹修有此意 他也不能单独行动 还要得到其他将领的支持 赃霸等人既有大量财富 又有尊贵的地位 已无更大的奢望 只希望这样下去 一直到死 保住陆魏传给子孙而已 怎么会冒险投身危险之地 以求侥幸取胜呢 如果赃霸等人不支持渡江 曹修也自然就失去信心 为臣恐怕 即使陛下下令渡江 他们也会犹豫不决 未必立即执行命令 不久正巧暴风吹断吴江旅饭船队的所有揽绳 船只一直飘向曹修等人的迎垒之下 魏军斩杀俘获吴军数千人 吴军溃散 文帝得到报告 下令各军迅速渡江 魏军尚未进兵 吴军救援的船只已经赶到 召集溃军退回江南 曹修派赃霸 率兵追击 战斗不力 将军引炉战死 更申会三十日 出现日时 吴王派太中代付政权到蜀汉聘问 蜀汉派太中代付宗委置吴回报 吴蜀坚又恢复了关系 汉王听说魏大举公吴 写信给陆迅说 曹军县抵达长江 汉水一带 我将再度率军东下 将军认为我能否这样做 陆迅回信说 只恐怕贵军心败 元气还未恢复 所以才和我国恢复关系 当务之急是养好创伤 修补元气 还没有闲暇对外用兵 如果阁下不慎重考虑 羽图再次率残兵败将远途送来 仍然难逃覆灭的下场 蜀汉汉家太守黄元反叛 吴江孙胜率兵一万 从占据江陵中州 作为外围协助保卫南郡 作为外围协助保卫通重量 线威